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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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即市攻略 和大家看看港股现在最新的表现 港股现在跌着38点 报23,335点 内地股市今天是假期休市 这次嘉宾请来Arnold 和我们今集下焦点的消息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今天豪导股方面公布了经济的营运数据 永烈澳门128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的第四季旋利 是4,660万美元 按年要跌26% 期内经营收益总额是9亿多美元 按年增长六成半 当中娱乐场经营收益增长六成多 客房收益增长三倍多 例如餐饮收益增长1.5倍 零售和其他租赁收益增长87% 看看经营数据 其实是表现好不好 已经pricing了永利和皇宫的收入 又符不符合大家的预期 对于永利澳门第四季业绩来说 我觉得从几点出发去看 大家不要说集中 只是看公司赚不赚到钱 大家更加关注就是说 他们的新赌场永利皇宫 带来的贡献有多少 这个会是备受关注的 其实也始终说 如果你看他们在赌场业务上面 或者客房 或者零售业务上面 即是一些非博彩收入上面 随着永利皇宫的新赌场带来的贡献 一定有个很强劲的增长在这里 但这方面有个变数就是说 其实现在一段澳门的博彩业 若果只是单以看博彩收入来说 很难为公司带来很大的贡献在这里 因为现在一段 即使确信2017年澳门的博彩收入 有机会已经见底到最坏的时候 能够回复增长 但预料今年整个澳门博彩业的增长 整体幅度的其量都是可能10%左右 所以带来的贡献不会太大 所以焦点其实会集中在一些非博彩收入上面 包括一些度假村等等 会不会为集团带来一个贡献 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但其实在这方面看回 其实永利皇宫带来的非博彩收入 就真的不是太多 所以这方面来说 会为公司的盈利来说带来一个限制 但今次份业绩在上面你都见到 其实在收入分布上一些博彩收入 在去年来说 永利澳门的第四季大约是 博彩收入对于总收入的博彩 开始下跌 但仍然有个91%的高水平 但这方面代表着未来来说 一些非博彩收入里面 有机会有个比较强劲的增长 但始终从另一个角度上 由于博彩都仍然是小 所以带来的贡献不多 暂时来说这方面不是太明朗 但如果看回永利皇宫带来的一方面 在第四季的而且确看到 是有个明显强劲的势头 正在整体伊利达的表现 永利皇宫现交段 已是佔了永利澳门的一半 始终随着永利皇宫的发展 看到永利澳门的确在整个博彩上面 抢了不少的市场占有率 中场那一方面 未来来来说 有机会是相对地做好一点 所以我相信在豪都股当中 现交段永利澳门的基本面上 的确有条件看好一点 但由于我预料澳门的博彩收入 未来来来说 真的不会有个很强劲的表现 所以这方面来说 整个版法的看法仍然比较深深 我们看完一个业绩好一点的128 看过业绩差一点的就是金沙 金沙那份业绩其实都挺juicy 因为他们公布完 看到他们是罕有的透露 其下的赌场最近遇到女赌神 拖低了集团第四季盈利 是一位赌客就已经令到他们的盈利 是有影响的 看到这个女赌神主要活跃在他们 金沙旗下的巴黎人赌场 到现在位置已经赢走了赌场的 2千万美金 大约是1亿6千万港元 金沙之前公布的第四季的业绩显示 巴黎人赌场的中场赌台的 庄家胜出率只有18.3% 比一般水平20%低 同比看到同集团的威尼斯人集团 赌场期内的中场胜出率有25.1% 似乎单单一个赌客 已经令到EBITDA拖低了 Mano 你觉得 是否都是一次性的因素 还是金沙暂时都没有什么新项目 令到股价好像是一个横行的区间 其实所有的豪赌股 都是特别有些新赌场的豪赌股 大家都会很集中 看他们的新赌场方面的表现 一直以来大家对金沙 巴黎人方面有个比较大的冲敬 在去年9月份 开幕始终都过了整个季度 所以业绩上当然是非常关注的 看新赌场 除了看之前提及到的非博赛业务上 大家特别关注 很多时候会看赌场的赢率等等 但今次的而且确 看到赌场的胜出率 的确是出其低得18.2% 相对平均来说 很多赌场的平均胜出率 都是20-22%比较起来 的确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公司都可有地作出原因 去解释为何这么低的胜出博赛率 始终有一位女士每天赢钱 究竟这些因素影响多久 是未知的 但始终你会见到的因素 新赌场表现 就正确表现比较令人失望 始终新赌场对于公司的盈利贡献 或者盈利能力的影响性 是非常之大 因为以现有的赌场来说 其实大来的贡献不会太多 那些豪赌股如何去发展 如何去跑赢同业 都是希望靠新赌场 来令到自己整体的市场佔入率 能够提升 但是如果你看到 巴黎人的赢率这么低的情况下 不排除市场佔入率 有机会可能虽然提升 但实际上赚钱的能力 就未必可以见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作用 所以最终如果赚钱能力 都是这么疲弱的话 股价会有机会面临着 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幅度 正如之前所说 为何豪赌板法 今年来说看法仍然审慎 始终都是说股值偏贵 这些相关的问题在 即使今年澳门博赛收入 有成一成的增长在 但以普遍来说 包括金沙公众国在内 二十多倍PE 来计算 未必会支持这么高的股值 所以来看技术走势上 金沙中国股价走势 就相对地更加差 你也会见到三十六元这些位置 有个比较大的阻力位 短期来说要突破三十元这些阻力位 我相信机会不大 反而说现阶段见到股价 都试着二十天线这些支持位 短期来说跌穿二十天线的机会 都相对比较大 始终业绩不是太理想 所以后市 投资者我会建议 严守三十四元这些位置 作为一个止蚀位 如果跌穿三十四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股价不排除会顺势 下市之前这些低位 三十二个半这些位置 虽然Nano 都说很多股这个板块 其实股价现在算是比较高 但未来一个春节的因素 应该都可以旺丁旺座 见不见投资者可以短线 即是查一查 大家预料因为博彩收入 有机会已经见底了 所以春节整体表现增入 真的未必会太过差 但是有没有一个很强劲爆发的表现来说 这方面有保留在此 市场二一段普遍 即是翻识说中长的收入方法 有两成的增长在此 但是贵宾厅始终我觉得 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在此 始终内地有一系列的措施 防止走资 或者是严打打贪 这些相关的行动在此 所以在这些位置 考虑因为春节假期这个因素 去做部署 我觉得直播率不吸引 因为始终在说 现阶段表现来说 短期来说 市场焦点 都是集中看回业绩表现为主 只要在业绩方面 始终你看到 其实只是永利澳门相对地做好一点 但是带来的帮助 我相信刺激作用真的相对有限 所以这些位置 我觉得豪赌股 其实直播率未必太吸引 我明白 和大家看看今天豪赌股的表现 各别发展 银鱼股价升幅1%升3.5% 最新是报37.15% 澳博偏远跌1先 报6.17% 中国业绩一般 所以股价跌超过1% 跌了5.5% 最新是报34.5% 永利澳门业绩好过预期 升幅3% 股价最新报14.28% 升3.8% 新豪国际升幅2% 升2.4% 先报11.8.8% 美股每中国跌6先 报15.02 有没有时间差不多 和阿努先做新报 刚才我们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呢? 有没有持有 谢谢你的分析 休息一会儿 晚点回来会有问答环节 待会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问答环节 嘉宾仍然有阿娜 阿娜你好 阿娜你好 你好 和大家先看看大市方面 暂时偏远的 跌19点下来报23354点 国企指数跌36点报9818点 而成交方面到169亿多 我们马上去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接通了有黄先生的 黄先生早晨 早晨 午安 早晨 camQué 37.1毫升3毫升上來 差幾格37.6毫升 本身有貨的話 需不需要先說臨過年前走貨 還是本身一些豪都板塊 有一個春節的假期因素在 可能假期回來之後還有一層再上 的確現隔期大家都對春節假期的看法比較正面 可能因為這些原因都股價升了上來 但是你看回 始終如果你是做一些極短線的部署 可能你駁回假期這次後紅盤高開出來 我覺得可以的 始終說春節假期的確由於去年的基數 都仍然相對地比較低 股價再向上市高位的機會都仍然相對地比較大 但是如果從圖表走勢上看 雖然你見到股價現階段開始修補 12月份回流下來的下降裂口 但是我相信後市來說 要突破之前的高位39.2這些位置的阻力位 就未必那麼容易 甚至說假期過來之後 除了大家關注春節假期表現之外 業績方面都會很關注 但是銀魚的業績上 我覺得未必會有太大的驚喜 始終說他們也沒有特別的著名賭場 等等 可以帶來一些比較厲害的貢獻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可以駁他試38元這些位置才去估 但是短期後四港 只要不穿36元可以繼續向上看 但是我覺得如果假期後最終都是可能 只是37.5元 38元這些位置徘徊的話 其實這些水平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差不多可以考慮估出了 好的 明白的 另外想問2388元 中銀香港 正在31.1.5元 暫時偏遠跌5仙下跌 看看它的圖表走勢 一直都是急急向上 現在都去到這個高位了 怎樣看呢 現在本身沒有貨的話 可不可以去考慮 後貨呢 那你說中銀香港 固然你見到現階段 股價升到一些比較高的水平 但是你說長國部署策略上面 後低級納是可以的 但是這些位置都未必建議去買住 始終股價累積了不少的升幅 我會建議後回去落到10天線 大約是30.5元這些位置 才考慮去買 始終你說看中銀香港 是看一些比較中長線的因素 你說美國在上年12月份才開始加息 所以第四季的業績上 未必帶來很大的幫助 但是對於香港的大型銀行 好像中銀香港為例 始終你說最終 我都相信比較會相對地 受惠美國加息這些相關的因素 隨著這些利好因素 股價有機會再試回之前的一些高位 包括33元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我會建議 在30.5元這些位置買 目標看33元這些水平 只要後市不穿條50天線 29元這些位置 中銀香港絕對可以中長線持有 中長線持有 然後就收回30.5元的位置 幫到你是不是黃先生 OK嗎 就是那隻銀魚 等初五開一開 始點看先 有差不多7.38元可以考慮估出 銀魚暫時先拿著 但是我都建議 你說在紅盤 如果真的見到能夠紅盤高 升到37.5元這些水平 我都會建議估出離場 好的謝謝安藍的分析 多謝黃先生你的內電 祝你新年快樂 我們再聽聽下一位的家庭觀眾 就是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主持早安 早安 想問什麼股份 是呀我想請問三隻股票 是 首先是想請問那隻平寶 是 我沒有貨 我想入股票 怎樣部署 和波副佔酒 是 還有騰訊 我便是200元入了 我想請問 可以目標去到多少 我持有長線都沒問題 是 那就是五號匯豐 我想買這些股票 又是怎樣部署 麻煩你兩位 好 謝謝你電話內電 新年快樂 看看平寶先 本身沒有貨 現在正在做40個三星 靠穩升一號 看到就都還行著 這隻股份 如果沒有貨的話 可不可以 後翻位部署 那始終平寶 我覺得你說短期後市 其實就未必會有 太大的憧憬在這裡 始終你說在業績上面 上年就看到特別是年尾 或者是說近期的時候 都看到內地一些的債券價格 就相對跌得是比較急的 那這些因素 對於內險股本身會有一個短暫性的影響 今天也看到太平等等 都發了一個刑警 所以說在短期來說 由於沒有什麼業績的炒作情況下 平寶就未必說會有太大的炒作空間 甚至在整體表現上 可能有機會跑輸大市 因為你看整個一月份的表現 其實平寶的股價 相對地都看到有一個摘幅橫行的跡象在這裡 在39.5元左右這些位置 開始上升 但是看到41元這些位置 都突破不了阻力位 整體雖然是有得升 但是論升幅 表現是有個炒輸大市的跡象在這裡 短期來說 其實我會建議 如果股價落到40元左右這些水平 是可以去賣 但是最好抱回中線的投資心態 以38元作為一個指洩位 暫時的目標 極其量都是望回44元這些位置 另外一隻是700騰訊欄 200元就拿了貨 看到這隻股份上升到205元 即是昨日的位置的時候 今天都可以高開到0.3% 去到205.6% 也創了一個月的新高 不過似乎力量不足夠 出現了一支陰燭 最低價今天看到204.2元的位置 現在拿了貨的話 可以怎樣部署 騰訊200元買了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可以繼續拿下去 但是中長線來說 會不會像過去這幾年來講 只要你一直拿著 就有個很亮麗的升幅在這裡 這方面有個保留在這裡 最主要原因其實就是 論基本面論估值 騰訊現階段都是強 仍然是便宜的 但是始終在說 當市場仍然有相對其他股份 有得炒作的情況下 資金就未必再一面倒 去追碰這些新經濟股份 所以現階段來說 我相信之後的業績 即是說是上年的第四季業績 全年業績仍然會有個炒作 但是帶來的上網空間 不會說太大 從圖表走體上面看 現階段我都是看之前的高位 220元左右的位置 所以暫時來說 中長線繼續向上望 看220元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騰訊這股份 比較大機會 我都覺得只是跟大市同步 而短期後四港 只要不再穿條50天線 193元這些位置 你繼續中長線握住下去 我覺得都沒什麼問題 可以繼續握住下去 另外就問謝五號的匯控 正在66.55元 今天偏遠跌一毫半 也有傳匯控要再裁減 人手近400人 可能今天也有少許影響 但是暫時要偏遠下來 本身沒有貨在手的話 可不可以撐回這些國際金融股呢 其實說到匯控裁員 未必說是一件差的事 因為匯控一直以來最大的問題 都是控制成本上做得不好 反而說 我覺得短期後市最關鍵 能不能夠再進一步破定 始終要看業績一方面的表現 匯控接下來會在2月21日 公佈全年業績 特別關注第四季的盈利能力 因為有機會說了 過去這幾年來講 匯控的盈利能力都差過市場預期 但是第四季 有機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主要就是受惠 歐洲業務在去年的第四季開始 有機會轉好很多 因為始終歐洲第四季開始看到 有個通脹壓力在這裡 整體燃這些通脹壓力 對於銀行業 特別一些零售銀行上 是有個很大的幫助在這裡 所以你說匯控 我覺得後市破頂的機會 仍然相對比較大 這些位置 即使是比較高的水平 其實我覺得調整空間不會太大 如果你從圖表走勢上看 我覺得後市破頂 即是試試之前的高位 67.25 個機會 突破這些阻力位 機會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股價在66元這些位置 我建議去買 匯控中長線持有 直播率更加只吸引 我覺得66元這些位置買 以60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至於後市來說 突破這些阻力位之後 第一個目標 看70元這些水平 但如果從中長線投資角度來看 匯控股值現段仍然是非常便宜的 只要一些不明朗因素 說之前營業力差 這些壞因素 能夠改善的話 股價甚至有機會 撕回80元這些水平 好的 66元是買入的位置 指設位定在60元 二上網暫時看著70元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再跟進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 早晨 早晨兩位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想問什麼股份 123 未有貨 轉問123 月售 月售地產沒有貨 看看什麼位可以捕捉他上網多少 需不需要指設 本身沒有貨的123 月售地產 做1.15元 今天靠穩升一仙上來 本身內房股份 看近期的走勢 都開始慢慢向上 好像是否想突破之前的阻力區間 其實內房股 我今年看法會相對比較審慎 你說樓市方面內地未必會太過差 但內房銷售方面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始終內地都出了很多的調控措施 最重要是說今年2017年來講 內地的經濟面上 未必太過差 但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第一方面經濟面不差 第二方面開始有個通脹壓力 所以說不排除內地 真是有機會可能會加息 一旦加息起來 第一個 或者說這麼多板塊當中 比較大的負面影響就是內房股 所以短期後市 我不敢看得太過樂觀 甚至從圖表走勢上看 這些位置的直播率 我覺得不是太過吸引 因為第一方面 你看到股價由去年 10月左右這些位置 開始到現階段位置 1.16這些位置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一直以來股價 都不能夠突破這個阻力位 甚至現階段看到 有個掉頭向下的跡象在 如果有貨的 我會建議嚴守1.1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止洩位 至於你如果真的要去考慮 去炒波幅 去駁反彈的話 起碼股價落到1.07這些位置 我建議才開始去駁反彈 跟進完林先生的電話之後 我們要跟進了呂小姐的電話 呂小姐 你好 哈嘍 雪瑩 哈嘍 阿貓 你好 我是袁天佑 你想問什麼股份 行薪支付 到行指方面 現在正升7點 報23389點 而成交方面183億多 看回今天半日市就來收勞 成交方面 預料的支持都沒有那麼大 後市方面怎樣看 行指今天雖然表現比較淡靜 但是我覺得短期來說 再向上網的機會 仍然相對比較大 始終第一方面 市場的氣氛相對比較好 第二方面是比較多的炒作 包括一些資源股等等 現階段仍然有比較多的炒作 而重磅股方面 好像一些國際金融股匯控等等 未來來說 都有機會成為升市的領航股 所以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仍然有條件 繼續向上望 有機會繼續創回年內新高 從技術走勢上面看 現階段 行指指從突破了23,000這些位置之後 第一個阻力位 看回10月份這個高位 即23,600這些水平 所以暫時來說 看看指數能不能夠突破23,600這些位置 但是不排除說 新年假期過後 如果沒有特別的利淡消息的話 其實大市的成交 預料有機會逐步改善 所以暫時來說 先看看23,600 但如果能夠突破這些位置 目標甚至有機會 試試24,000這些位置 好的 暫時目標 可能也要先看看24,000這些位置 另外跟進電郵方面 有位陳先生 今個禮拜想問的股份 想問127和1148 先看看1271的股份 就是環置業 還做12.24 偏遠跌1毫 15.14就拿了貨 想問這隻作為長期收息 是否可以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呢 始終論長期收息 的確公司有個比較穩定的現金額等等 未必說太過差 但是利率上 由於牽涉著一些特別性的因素 過往利率參考依然不大 但是我覺得這個股份 未來這段時間 未必說會有太大的炒作空間 所以這方面我建議要小心一點 在部署策略上 看看股價走勢上面 短期來說 未必會有太大的變動 暫時來說 我相信在12至13的位置拉鋸 機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在部署策略上 建議在12至13的位置炒波幅 沒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從中長線角度上看 如果拿來收特別息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在說 會否有可觀的回報等等 在這方面來說 就會相對比較保留 好的 審慎一些對於這隻股份 另外還有一隻股份 陳先生想問的 就是1148的新神動力 他在1.41就開了貨 現在正在捏價 做1.2號3號升跌 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汽車股本身 汽車版塊上面 我今年的看法都已經是比較審慎 所以你在做一些 汽車零部件等等 我覺得炒作空間 就相對地更加之小 如果你看回圖表走勢上面 表現都不算是太理想 1.3這些位置 看到有一個明顯的阻力位 短期來說 要突破1.3這些阻力位 未必那麼容易 所以這些位置 不會建議大家去買 至於有貨的 會建議嚴售1.2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止洩位 始終你見到股價 都開始跌穿條10天線之餘 亦都下市條50天和20天線 穿過1.2這些位置之後 就可以正式確認 它是跌穿這幾條平均移動線 不排除有個深一點的調整 甚至是1.1這些支持位 所以有貨的 建議暫時來說 嚴售1.2這些止洩位 好 止洩位要保留就是1.2的位置 謝謝安娜 今天詳盡介分析 我們今年的後年的 密德環節時間也差不多 和你做申報 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我沒有持有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五間總結 還好 谢谢观看